上一讲谈到南越国的外交僵局 纠太后这边烈火烹油 盲目蝶的对汉史投怀送报 卖国唯恐后人一步 但因为吕家的缘故 始终啊做不出关键性的疑悦 吕家对汉史虚与伟疑 汉史同样对吕家虚与伟疑 双方啊都恨不得弄死对方 但表面上硬是维持的一团和气 就这样将下去 虽然不是办法 那么这个局到底能怎么破呢 纠太后最有紧迫感 所以甘愿冒于冒险设一个破局的局 也就是说纠太后必须打破 吕家和汉史之间的一团和气 激化他们的矛盾 借汉史的手杀掉吕家 这个如意算盘背后的逻辑是很清晰的 首先只要吕家一死 南越反对派群龙无首 掀不起多大的风浪 其次 南越一届藩帮国力很有限 并不敢真的和汉帝国翻脸 接下来就不管大家愿不愿意 反正啊 木已成舟 南越国自然就变成汉帝国的内诸侯了 就这样 纠太后摆下鸿门宴 赋宴的既有南越高官也有汉帝国使团 席间 纠太后突然向吕家发难 说南越国向汉帝国内赋 是南越人民的幸运 你吕家为什么总是从中作梗呢 话就是这么挑明了 相当于告诉汉史 事情的关键阻力就是你们面前这个老东西 只要做了它 事情啊 就成了 这样一番跨出口 纠太后算是图穷必现了 逼汉史当场格杀吕家 然而纠太后慢慢没有想到的是 汉史和吕家一样被打来颗措手不及 不知道该怎么办 于是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全都懵了 吕家呀 见识不对 赶紧的起身退席 要知道吕家只要走出这个门 外面呢 就是有吕家的弟弟统帅的卫兵 机不可施 时不再来 纠太后 很有决断力 暴怒之下 当即抓起一只长矛 就要亲手击杀吕家 却被亲生儿子赵兴 一把拦住了 吕家就这么 友情无险 全身而退了 然后继续装病 不但不见汉史 连赵兴 也不去拜见了 仅仅是因为吕家 明白赵兴的好心 所以呀 一连几个月都安安静静 没有发动叛乱 汉史这边 中军不是夸下海狗吗 魏臣不是带着一批勇士 时刻准备着吗 陆伯德不是大军 囤住边境随时可以理应外合吗 为什么当矛盾突然公开化的时候 就只有纠太后一个人杀伐果决呢 这场外交事故到底会如何收场呢 事情汇报到长安 五弟啊 也为难了 如果南越国 当真公开翻脸 哎 那还好办一些 大不了那就是刀兵相借 但人家国王和太后 一心内赋 全权卖国之心 可见天地 唯独一个吕家作梗而已 如果就这么对南越国开战 实在是师出无名啊 最后的决议是派庄参带着两千人前去出使 名义上虽然是出使 但两千人的规模的使团 其实就是一支军队 没想到庄参呢 不敢借这个差事 说如果和平协商几个人足矣 如果武力镇压 两千人根本不够用啊 这话呀 倒也在里 但武帝时代 从来不缺勇士 韩坚丘自告奋勇 说区区一个南越 拥有国王和太后 里应迈和 要对付的 只有一个吕家而已 自己啊 只需要两百人救够 一定可以斩杀吕家 满成使命 韩坚丘虽然夸下海口 但武帝并没有真的只给他两百人照旧 是两千人的规模 还拜揪太后的弟弟 揪乐 给他当助手 也就是说啊 这一支办事士团 办事军队的组织 是以汉帝国的名义到南越 给纠太后母子撑腰的 吕家 必须死 先前吕家矫庆逃出鸿门宴 还只是继续装病 并没有 因此啊 把这个矛盾公开化 大概一方面秘密筹划 叙事待发一方面 还在寻求和平解决的方案 从吕家后来的表现来看 他很清楚 以南越的实力 不足以和汉帝国抗衡 最理想的汉越关系 就是维持原状 即便最后不得不动武 也要收着力 要打有限度的战争 但随着韩千秋和 纠乐的入局 摆在吕家面前的选择题 就很明确了 不反抗 就会死 吕家算是 很能隐忍 很能顾全打局的老政治家了 直到这个时候 才终于和纠太后母子 公开决裂 吕家通告全国 说国王啊 年纪小 被太后操纵 而太后呢 不但是中国人 还和使臣通歼 一门心思要出卖南越利益 为自己捞好处 太后不但搜罗仙王的宝屋 去讨好天子 还要带着好多南越人到长安 卖给汉人做奴隶 这套说辞 堪称动员群众的经典话术 首先 谁是敌人 要被明确指出来 还要把矛头指向一个具体的 活生生的人 即便指向好几个人 也必须有主有刺 试想一下 如果吕家说 汉帝国是我们的敌人 那么在老百姓心里 就很难对号入座 如果吕家开列了一张很长的敌人名单 那么重点就不会突出 下一步 要充分利用人类对陌生事物天然的恐惧心理 在这个基础上 煽风点火 添油架醋 假如南越国 真的内夫做了汉帝国的内祖侯 甚至再退一步 做了汉帝国的直辖郡县 南越人的生活状态 一定就比原先糟糕吗 哎 这还真不好说 但南越老百姓 即便一直被本国统治者盘剥奴役 只要时间久了 就会习惯成自然 如果突然改换一个 异族政权的统治 不确定性太大 想假都觉得怕 吕家以自己的崇高威望 渲染着这样一种恐惧 让南越人知道 只要跟了纠太后 就会被他卖给汉人当奴隶 这一回合 吕家以有力的动员和果断的政变行动 取得了完胜 南越王赵兴 纠太后和汉帝国使团成员 全部被杀 其中就包括了那位 勇于寝英的年轻人 中军 中军死的时候只有二十几岁 所以世人称他为中童 我们看古人的誓字文章 中童啊 经常和假生 构成对战关系 比如近人攀岳的 西征富有 中童山东之英庙 假生洛阳之才子 一个中军 一个甲义 都是英年早逝的 有志青年 死的呀 都特别令人满戏 吕家正面得手 马上立前任国王赵英奇的长子 赵建德为王 赵建德不但是赵英奇的长子 而且母亲啊 就是南越人 在南越的政治基础 比赵兴 牢固太多了 一切结束之后 韩千秋的两千人才刚刚入境 按说 时局变了 韩千秋原定的战略方案 就算管用 也已经失效了 不再存在 理应外合这个选项了 但是 韩千秋 可能是立功新切 到底还是动武了 接连攻破了南越国的几座小城镇 南越的应对方案 很巧妙 不但啊 将这个道路让了出来 还为韩千秋的军队供应饮食 就这样 诱敌深入 最后在潘云以外 四十里成功打了一场 歼灭战 事情做到这个份上 吕家的善后工作 堪证 教科术级别 封装好 汉史的福洁 放在边境 还说尽软话 向汉帝国赔礼道歉 同时调兵遣将 对各个边境要塞 加强守备 这样的手法属于 得了便宜 要买乖 给足对手台阶 假如啊 汉帝国吃了这个闷亏之后 并不想把事态扩大 那就可以窃泼下驴 要求南越呢 交几个踢椎羊出来 事情啊 就算翻篇了 从此 汉越关系恢复如初 站在南越的角度而言 这确实就是最好的策略了 但偏偏他们的对手 是汉武帝 以武帝的风格 就算赔本 也必须赚腰 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呢 武帝要做大动作了 当年春三月 先做御热 说韩千秋啊 虽然没能立功 但打出了军威 所以封韩千秋之子 韩延年为成安侯 还有揪乐 他的姐姐作为南越王太后 第一个愿意归赴汉帝国 所以封 纠勒之子 纠广德 为龙刚侯 以今天的观念来理解 这就相当于 给了韩延年 纠勒等人 烈士身份 给家属 以烈属待遇 历史 当然不能白死 下一步 就该是正义感爆棚的 军事行动了 辞职通鉴记载 下四月 设天下 有日时发生 秋天 己如大军 浩浩荡荡 杀本南越 司马光 没讲清楚的是 设天下 并不是无冤无故的 而是讨伐南越的 必要前奏 早在秦朝啊 就有这种套路了 需要打仗的时候 就赦免囚徒 让他们上战场 去立功赎罪 汉成秦志 也是这种做派 背后的逻辑很简单 使功不如啊 使过 这是汉武帝 特别得心应手的 管理技巧 他呢 很轻易就给人定罪 然后再去给人恩赐一个 戴罪立功的机会 这样一来 违法犯罪的人越多 人力资源就越多 这些人力资源的干劲 也越足 理解了这个逻辑 我们就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在法家四路的社会里 对于统治者而言 轻罪重罚 特别有吸引力 当年秋天 福伯将军陆伯德出贵阳 下黄水 楼传将军杨仆出豫章 下真水 归一月侯 盐为歌传将军 出零零 下李水 甲梅下赖将军 下苍吾 各次统帅一批被设的罪犯 江淮以南一共十万大军 分进合击 除此之外 还有岳池一侯 以统帅巴蜀两滴的罪犯 同时蒸发一郎兵 下脏科江 一共五路大军 约定在攀鱼会时 那么问题来了 罪犯 真的有这么多吗 叶狼兵怎么会服从 汉帝国的调度呢 作为军队主将的 龟翼月侯颜 下赖将军 甲和 月池一侯仪 名字怎么这么奇怪 他们到底 是什么人呢 我们下一讲 再见